要把什麼,把這邊的資料call到另外工作表 那copy的話還記得吧 copy我們其實有寫了一個copy copy的話其實是哪個範圍點copy到另外一個儲存格的開頭就可以了 所以copy前面要完整範圍 但是後面的話只要開頭就可以了 所以寫的方法我們來看 當然我要的範圍是從這個範圍,哪個範圍呢 我要call的是從range 那A1好了,我們從上面連標題都給 然後呢,到哪裡呢 那不過你會想說,老師那可是底下這些有些好像隱藏起來會不會影響 跟各位講,如果隱藏的話到時候copy的時候是不會call到的 所以呢,反正我就到最下面就A1000就對了 那call的時候呢,隱藏的就沒有啦 有顯示的才會被call 所以後面加一個點copy copy的話這個動作 控一格 一樣他會問你說,那請問一下你要call到哪裡,destination 那不過這裡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的destination,是從這邊call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另外工作表的話,記得喔 他是跨工作表,所以這邊一定要加他的工作表名稱 如果你假設,你這邊沒有加工作表名稱 比如說直接打rangeA1,完蛋 他就直接call到,你的rangeA1就把你資料蓋掉了 但如果你想說,那如果,老師那我不要跨工作表,我call旁邊這邊可不可以 如果你空到旁邊是不會有問題啦 不用加shits,可是如果是跨工作表的話 那我們就加shits,哪個工作表給他 叫查詢結果,所以這邊打一下 他的那個 工作表的名稱 OK 查詢 查詢結果 當然如果你懶得打那麼多字的話 你可以輸入一個數字3也可以啦 只是說 如果你輸入數字3的話 那當然 你就不能動那個位置 不然的話,將來那個 就放錯位置了 這哪一個 arrangeA1 所以呢 你就跟他講說 幫我call到 這個A1這個儲存格的地方 這樣就OK了 那所以喔 那個所謂的destination 就是call的那個位置 只要給他一個頭就可以了 他就自動延伸出去了 所以來源 記得是 要 最完整的 OK 就是這個範圍 記得篩選的時候 假設你隱藏的就不會call到 call過去 其實大概知道一下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 因為我這邊已經搞定了 所以我再把它切回去 所以切回去的話呢 很簡單 切到哪裡查詢結果 所以你就打一個 叫做查詢結果點什麼 點slater嘛 OK 這樣就OK了 好 程式就寫完了 最後的話 我們來亂看 其實大概就 大概這樣 那兩個相較之下 下面是錄製的 上面是自己寫的 那其實自己再比較一下 不過我自己是覺得 自己寫的一定是比較 有 那個怎麼講 有那個 比較 比較實際的感覺啦 因為你錄製有時候感覺好像還是 變成別人幫你寫的 那跟 像那個 TRAGVT幫你寫的 其實也 常常的道理 他給你的東西 像我的習慣 哪怕是他幫我寫 最後一定把它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比如上面有一堆變數 像 我不喜歡宣告 就把全部上面宣告都delete掉 然後呢 上面的變數名稱 他可能會取很長 我不想那麼長吧 縮短一下 也可以啦 反正就改成你自己習慣的樣子 OK 好 最後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目前查詢結果 連沒有 然後記得 我們是從這邊出發 所以 記得我從這邊 按F8好了 我們來跑一下 所以這邊 向下填滿 應該沒問題 Auto fill 這個跑比較久了 然後篩選 因為已經篩選了 那他 他就沒有動 然後copy過去 然後 再切回查詢結果 就看到了 OK 所以最後的話呢 我把它 再變成按鈕 然後按下清除 再按一下 OK 其實 也OK 但是一樣會有老問題 畫面更新問題 所以 就加那一行就好了 所以這一行 你就是萬用的啦 那以後如果假設 你 程式寫完之後發現 有那個畫面更新的問題 你就把它貼上不就OK了 然後 試一下應該就OK了 那至於就是說 你說老師那到底 Squade Updating 他會 讓那個程式 跑 快多少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 計算時間 可不可以 可是說 我不會寫計算時間的程式 錄製去期也沒辦法產生怎麼辦 其實這時候很簡單 你就到那個 ChargePT裡面 問一下 ChargePT 如何在 Excel PPA中 計算那個 但其實這個你不一定在 ChargePT啦 我Google你查也查得到 其實關鍵是說 多一個物件叫 Timer 那Timer就是說 它會產生一個時間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Timer加在你開始的時間 加一個變數 叫Start Time 然後結束的地方加一個End Time 然後把End減掉 Start 就是最後你經過的時間 那你就知道說你到底經過 多少 多少 不過秒的話 可能因為它的單位好像 會是 格式可能 不太 是秒啦 它可能有10分秒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用Format 所以其實 你可以試試看 所以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再加一個Timer上去 那你就知道 如果有加那個跟沒加 到底時間差多少 不過這個 不會也沒關係啦 因為說這個 這個是 有的人 就是為了說 好像會想要知道一下這個答案 像我以前就會這樣 我會 吹毛求疵 OK 只是為了說知道優化的結果 我就會想盡各種辦法 不過我是覺得這已經過頭了 反正 結果OK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補充說明一下 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自己再 再試試看好了 那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那一段程式嘛 其實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你們可以 再 試一下 就是那個 那如果 這個計算10千 其實我這個我之前也有做過 我會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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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